很久以前,有一个受命于神殿大菩萨的护法金刚,那就是鬼神童子。 他曾经用金刚神力,在转瞬之间扫除了横行于世的妖魔鬼怪。 现在,当灾祸出现的时候,无敌金刚,鬼神童子便又再现于世。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为了寻求古书中记载的鬼神童子使用的最好的武器——金刚脚,登上了父老父死之山——富士山。 我们遇见了守候在那的金刚龙,但是格林和哥拉已经抢先来到这里了。 金刚龙帮助我们飞向闪光,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又来到另一个世神钉。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什么 好像是鬼神童子被封的那块石碑 不荒唐 那我们这个鬼神童子是什么 是什么 怎么可能 不许靠近 这是一百年前神变大菩萨七手风的鬼神童子的神碑 你们不许靠近他 快走开 一百年前 我好像听说鬼神童子已经在这睡了一千年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时间隧道 什么 那么想也可以 我们应该超越时空去看看我们的祖宗 我们是靠金刚龙指引才跨越时空降到了这个时代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儿在那儿那是什么 那是我们的祖先 这可真难得真是好事情 到了江户时代了 大菩萨风神一百年以后就是说 是公元八百年前后不是江户时代而是平安时代 你听见了没有小明 是平安时代呀 那有没有水护黄门 我们说不定还能遇见全新评测 阿基或者是充电总司吧 你什么都不懂 你们快说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怎么向你解释呢 你们眼睛太高了 应该问问本大师是谁 本大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 为什么 小明啊 你不能跟他说实话 为什么 你奶奶说的对 说不定有人冒充你们的祖先呢 所以他开始有点怀疑了 那你说怎么办嘛 那小家伙在说什么呀 你 你是不是企图阻止鬼神童子觉醒的邪教徒 或者是你们企图放出复魂术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你们说说看 复魂术 莫名其妙 说什么阻止啊 谁醒啊乱七八糟的 本大师不就在这儿吗 你出嘴 你们是不是死了 原来你们真是冲着鬼神童子来的 我抓起来 住手 不行 壮真师父 小明啊 你快把我变大吧 我要把这些家伙全杀了 老是这个样子吗 老是这个样子吗 大姐怎么办嘛 不能伤害这些家伙 咱们先看看再说 就是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你们到底想对我的鬼神童子怎么样 你们赶快赶快给我滚出去 是 请不要这样 光阴不能伤害这些人 那为什么呢 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是神变大菩萨的后代 李千枣 不好了 千枣小姐 有好多女人在河边洗衣服 真的吗 怎么在这个时候 这不行 我们快去 那边的事情交给你们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那么这帮贼 快从鬼神大师那走开 我们一起看看 好好干 是不是又要复混蛋去了 死他干脱 好危险 真是个欢风乱跳的家伙 放心把交给我了 请等一下 这是我们的职责 请你们后退一些吧 身长小姐 来吧 我手下的童子们 那是什么 这些家伙都是那个女人的世神 隐忽了神圣的遗兆神仙的所有妖怪们 我一千枣要征服你们去吧 没事吧 你们都没受伤吧 谢谢你 我一千枣小姐 你总是帮助我们 你总是帮助我们 我能感到没刺 就是那盒子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本来是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已经查清了嘴什么呆的地方了 真傻 这个世界有没有卡尔玛 你急着给谁立功呢 说话要小心哥了 你在那儿 好好地寻找回到过去的方法吧 瞧着吧 不就是飞跃时空吗 真奇怪啊 我是来取的何种之物的 这是现给身上的肝子 不是你想要就能给你的东西啊 你说是肝子 碰完啦 我拿走了 我岂能让你拿走 是否你没事吧 不好了 傅魂蛋被抢走了 这可怎么办 这个时代的火势不错 是啊 我们从中午到现在立你未尽了 大姐再来一晚 那就是说他们呆呆都守护着他 傅魂树 字面的意思就是傅魂蛋扎根生长的可怕的植物 过去大菩萨制服了他以后 他就深深的封在了这个神殿下面了 所以像白天那样的妖怪 时刻都想着要把它放出来 傅魂树 有这种事 太可怕了 千早小姐 你为什么对的那些人像客人一样呢 他们不是敌人 我觉得 我感到那个叫小明的姑娘身上流淌着和我一样的血 这血 这血远远流畅 你说咱们家连张榻榻米都买不起的 这可真不错 那是什么 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呢 你白天辛苦了 你在做什么呢 青岛小姐 不好了 你的世神怎么 他们怎么了 小明 可是 那些童子想回到土地里去 你不要管他们 小明 回到土地里去 难道这些孩子们 他们都是土做的吗 这儿的童子们都是完成了任务的 他们是土里生的 命中注定在经过几次战斗之后 最终要回到土里去 太疼酷了 那就是说 他们在战斗中如果一旦受到伤害的话 就马上做些新童子 那么他们的使命就算完了 那么千早 你不是把他们当成一次性的了吗 他们的心情 他们的心情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的心情 世神就是法师 当作手足使用的工具 他们哪有心情 不可能 我就没把鬼 不 没把世神 当成工具 当然 我们经常打架 但是对我来说 它真的很重要 你在说什么 小明 我真的很悲伤 我们用的是同一个世神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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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得是我的祖先 怎么了 怎么啦 光阴 青岛小姐 好像又是怪物在做坏呢 那是什么这样的怪物 我们还是同一次看见的 光阴 你把他 阿兴 富魂蛋 千宝岛姐 光阴 千宝岛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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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好久了 小丫头 怎么样 还不召唤鬼神童子 她的生命将和这一千年一样 化为暴影的 知道吗 千宝小姐 千宝小姐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两个小丫头呢 光阴 你怎么也跑到这个时代来了呢 该死 不回事 你给我把这两个小丫头都杀了 鬼神童子 快来 我来打开鬼神的束缚 用秘宙的神力斩断增机 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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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轿 火轿 召唤鬼神童子 看来你又不混蛋很好吃啊 我是火把金刚鬼神童子 那是什么 鬼鬼神童子 这是鬼神童子大师降临了 那个小姑娘她怎么 我要帮助千早小姐 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练过了 还我 千早小姐 我让你尝尝这个复魂怪兽的厉害 它是多种动物变成的 干死吧 怎么一点劲也用不上 怎么搞的 鬼神童子 怎么办 鬼神童子是打不过她的 千早小姐 我的音信不上 童子 童子 不行 青早小姐 青早小姐的世神是没有感情的 她不记着印的话 童子们就不会动的 怪神童子 拜托你了 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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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子们 我要保护我宝贵的童子们 我要保护你们 小小小姐 千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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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十 二 给这拼凑起来的怪兽 就是分成两个也打不过我的 来吧 千岛小姐 小明大师 大美食 是什么人 他是鬼神童子 要不是鬼神童子的话 小明小姐 没关系的 刚才打得好激烈 小明小姐 什么事 你才是真正的伟大的导师呢 那的话是系统好吗 你有什么指挥鬼神童子的呢 这个嘛 说来话长 光阴 那事以后我们再问吧 是小姐 是小姐 我们还是先夹赏夹赏这些孩子吧 我已经精体力尽了 真的 受了伤的童子要回归大地了 他们在战斗中染上了污主 可以在那里得到进化 然后他们化成天地的一部分 守护大地 对童子来说 这是最好的归宿了 非常感谢你们 我要是能够早一点明白你们的心 或许我也能拿到金刚符了呀 金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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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吧 不可能 小明快 好像出事了 是什么人 你是谁呀 正好遇见你们 我们俩正想问问路呢 我们是从冀州高野赶来的 高野 我们要求见异兆神山山主千枣小姐 才急着赶来的 知道吗 我叫空海 空海 等会 寻找人 空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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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